江苏渔民在河边打捞到一个将近三米长的中华巡 就在他们准备偷偷卖掉的时候 专家却赶往现场 看到奄奄一息的中华巡 沉重地说到你们闯祸了 为什么捕猎一条鱼也会闯祸呢 事情发生在江苏 常年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会经常打捞一些鱼 通过售卖来维持生活 但是这天他们竟然打捞上来一只三米长的大鱼 起初的时候 这些人并不知道是中华巡 他们只知道这次打捞上来的大鱼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但是当真正看到鱼身的时候 才发现这竟然是一条中华巡 于是几个人就商量 偷偷将这些鱼运走进行出售 就在大家准备将这条中华巡运走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它受伤了 在同行男子的劝说下 他们也不敢以身犯险 于是立马通知了相应的工作人员前来 不料工作人员前来之后 才发现自己闯祸了 救援人员在接到通知后 马不停地的赶往现场 但是不料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条中华巡被高高地挂在树上 身上全是伤口 整体状态已经奄奄一息了 专家见状赶紧展开救援 经过检查才发现 这条中华巡是一条野生中华巡 这条中华巡虽然体积比较大 但是却非常虚弱 它们身上的粘液就是它们的保护伞 失去粘液的保护 中华巡是非常脆弱的 它身上的粘液已经所剩无几了 现在失去了这个保护伞 它们的生命也将会面临考验 那么这条中华巡能顺利活下来吗 江苏渔民私自打捞中华巡 三米大鱼性命垂危 专家连夜前来急救 救治能否顺利进行呢 专家连夜赶到江苏 救治野生中华巡 到现场后才知道 这条中华巡性命垂危 经过专家的初步判定 一致同意将中华巡 送到上海的动物救治中心 但是不料在救治的时候 新的问题出现了 这条中华巡的体积太大了 并且身上全是伤口 根本无法进行移动 再看看中华巡 呼吸已经很微弱了 为了尽快救治中华巡 专家连夜搭建了新的水槽 并且在水槽中 放置了干净无污染的水源 因为中华巡身上的保护粘液 已经几乎消失 为了防止细菌的入侵 专家在中华巡身上 涂满了抗菌的药液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这条受伤的野生中华巡 终于踏上了去往上海的路 在上海的专家只知道 即将有一条中华巡前来医治 并不知道这条中华巡 受伤这么严重 专家在接到中华巡的时候 立马开始了进一步的检查 原来中华巡不仅受伤严重 还是一个怀孕的妈妈 这下可是把工作人员紧张坏了 一旦在救治的过程中 出现任何闪失 那将会损失成千上万条中华巡 所以对待这件事情 谁也不能马虎 专家为中华巡专门 找了一个适合生活的无菌水池 每天都精心照顾 但是许久都没有传来排卵的消息 这条中华巡还能顺利排卵吗 江苏渔民私自打捞中华巡 三米大鱼性命垂危 专家连夜前来急救 救治能否顺利进行呢 怀孕的中华巡 被送到上海进行救治 但这么长的时间 却依旧没有传来排卵的消息 会不会是当初被捕捞上岸的时候 腹中的卵炮受损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民警先后找到了这些人 不料他们竟然坚持是偶然的机会 才捕捉上岸的 其实他们内心也是明白 一旦被发现私自捕捞中华巡 将会受到一定的制裁 几番询问都没有结果 民警也就放弃了 上海救助中心 为了中华巡 专门找到了一片适合生存的水域 这片水域 无论是环境还是水质 都非常适合生存 只要等到中华巡的状态 稍微好一点 就可以开展放生 经过一天天的治疗和休养 中华巡的状态 也慢慢变得好了起来 放生后的中华巡 专家依旧在密切观察着 终于在一天迎来了好消息 中华巡妈妈终于安全产卵 产出8000多枚卵 全部成功存活 这对于全国来说 都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随着环境不断的破坏 很多野生动物也在不断的消失 我们人类应该化身为保护使者 去为维护它们的生存环境 而不是肆意去破坏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